征召后首日 蔡其昌与台中四名立委一前一后 前往拜会曾喊出 当仁不让表态争取征召的立委何兴臣 两人并肩而坐 被问到敏感话题是否为竞争关系 蔡其昌见招拆弹 我跟兴臣委员的感情 连插针的缝都没有 立委临近庄敬成黄国书现身 隔离中的张料万坚 则用视序展现大团结气势 台中第七选区的何兴臣 大理区太平区 人口数拥有三十一万人 曾横扫十五万票 夺下全国第一高票 颇有吸票能力 蔡其昌出身海线 青州甲安普 清水无期 基层实力不容少觑 此趟拜会何欣纯 被视为结合势力 寻求派系整合的第一步 两人通过电话 第一同事选对会 确定人选时何欣纯给予祝福 第二同则是蔡其昌主动约时间拜会 在竞选团队名单中还有他 因为我才刚征召 所以我想职务上还需要内部做一些讨论 所有立法院的这些成员 加上陈伯伟员一定都会在未来 蔡其昌的这个竞选跟服务的团队里面 时间没巧拢陈伯伟魏现身 不过他表示的确有接到邀请 任何职位都欣然接受 发传单 站路口 扫市场都没问题 移去前与何欣纯极拳打气 蔡其昌备占台中市长 距离年底地方选举倒数七个月 号召整队选战正式开打 从忐忑到吃了定心丸 林彦凤初选结果出炉后 终于开怀站上战车帮友军拉票 民进党市北区议员初选民调 林彦凤以新人之资 拿下第一名高票 比现任议员还要高 同选区出现的新人 还有他同为幕僚世代的陈贤 搭配未来即将出炉的母鸡 的这个市长人选 然后我们五位可以分进合集 再一回市北区可以说是蓝绿 超级激战区 民进党在市北推五席 三名现任议员林士忠 陈慈慧 钟佩玲继续拼连任 新人则是林彦凤 陈贤卫上战场 绿营武将就定位 而蓝营比绿营提早四天公布初选民调 比游戏规则是零性而胜出 但对手黄子哲不服 黄子哲话没说死 就是保留一战到底的空间 今年因为人口减少 势令北投议员席次减一 国民党将推三名现任 汪志斌 张思刚 陈崇文 以及新人林信儿 但黄子哲成为不确定因素 也搅乱蓝营布局 这时候呢 当然是民众党跟民进党 最开心的时候 尤其现在国民党正在乱 黄子哲的聪明才智 再给他几天的冷静思考 营了出血 还得忧心忡忡喊话 不要轻者痛 愁整快 蓝营内部还没搞定 但绿白已经整装就绪 民众党派出血姐黄敬营 陈思雨副发言人排出征 市领北投领先全台北 选战率先开大 再继续声转海中 看到 卖西杰 市录像 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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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区